你敢相信吗 麻省理工的高材生竟然聚众赌博 而带领他们进赌场的就是他们的导师 更不可思议的是 本片由真实故事改变 今天我就带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高智商的完美犯罪 这个名叫小帅的男孩 是麻省理工的高材生 前不久又刚考上了哈佛的医学院 可这个哥们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哈佛医学院要30万美金的学费 而他每天打工的实心才8美元 由于他自己没有什么过人的履历 申请助学金时也已失败高中 就在小帅一脸愁云的上课时 教授出了三道门的概率问题 大家还没有来得及思索 小帅就一马当先说出了答案 这让教授很是惊喜 当天晚上就把小帅给留了下来 小帅以为教授要给自己开小灶 没想到教授竟然要培养自己当赌徒 原来这个教授培养了几个玩牌的高手 21点的游戏规则早就被他们记得棍瓜烂熟 教授每周都会带他们去拉斯维加斯赌博 上周有个学生退出了队伍 教授决定让小帅来补这个空缺 可咱们小帅是个老师本分的好孩子 一听这事直接拒绝了 可教授并没有放弃 而是让小帅暗恋的女神先去感化他 女神上门一顿柔情寓意 还拿出了小帅30万学费的事来劝谨 你不挣钱怎么交学费啊 小帅一听还真是这么回事 果断加入了教授的赚钱小分队 其实这个21点的纸牌游戏非常简单 手中的牌加起来点数越大胜率越大 但前提是不能超过21点 虽然他们不能长个透视眼 看到下一张的底牌 却可以根据教授的公式 来记住拿下牌的大小点 这样他们就可以成功推算出胜率了 为了让牌局进行的更顺利 他们还研制出了一套独门的小暗号 双手交叉放在背后 就是来火了 赶紧上 挠挠眼睛 就是在等等看 手鱼驴头发那就是麻溜的车退 小帅这孩子天生理智 经过短短几天的培训 就摸透了其中的关翘 现在是该他登场的时候了 这一群麻省理工的高材生 正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 大杀特杀 你可别小看他们 无意中做出的小动作 每一个都是制胜的法宝 队友摸清牌桌上的胜率之后 比了一个手势 让小帅前来收割 虽然这哥们是第一次的实战 但他机智过人的脑子 那也不是盖的 分分钟就能为组织 赢得大笔的财富 第一次出马 就分得了16000美金 这来钱的速度 简直超过了小帅的想象 回到宿舍的他 把所有的钱都藏放在天花板上 尝到甜头的小帅 从此跟着教授 走上了赚钱之路 自己的生活 也直接提高了一个档次 大家都知道 十读九书 小帅总是赢 肯定是让人觉得诡异 这不赌场的安保队长 老黑就盯上了他 老黑一通过监控 终于看到了小帅 和团队之间的算牌伎俩 就在老黑出去抓人的时候 团队里面的长矛 因为极度和小帅当场打了钱 现场一片混乱 团队也只能提前撤离 老黑铺了个空 而长矛则是被教授开除在外 毕竟 现在最得力的赚钱 小能手是小帅 小帅现在过的 可以说是风生水起 天花板上 藏满了钱 身边还有女神陪伴 这简直就是赌场 情场双得意啊 不过小帅也有自己的无奈 因为自己这段时间 来往拉斯维加斯 和两个多年老友 渐行渐远 朋友甚至将他 踢出了设计比赛的队伍 他们的谈话 五花二散 小帅情绪十分失落 他并不是无情无义的那种人 可眼下的利益 实在是太诱人 不过我也是没有想到 这个哥们 看起来理智 实际上是个幼稚鬼 他把从朋友那里受的气 全部发泄在了赌场上 无论队友怎么暗示 小帅酒杯一端 就是盲目开干 他凭借自己的冲动下注 最后一分没赚 还输了二十万 教授愤怒的 让他把这个钱给补上 小帅也怒了 直接表示 你个老等算老几的 我们在前面处理 你在后面分红 光你自己就拿走了 一大半的利益 起得教授愤然离去 而小帅却并没有想过 要放心这赚钱的好生意 这哥们简直是个天才 靠着算牌的技术 在拉斯维加斯轻松报复 教授走后 小帅提议他们干干 大家一听 这主意不做呀 利益不减 还少个人分钱 可几个人刚上桌 就被教授给暗中举报 老黑一代人直接活捉了小帅 被人给算计的倾家荡产 当了保安 这又碰见了同样的招数 可不是要出一口恶气吧 当小帅挨完打回到学校时 发现这个教授又出招了 他不但让小帅被休克挂了颗 还把小帅天花板上所有的钱 洗劫一空 而更扎心的是 他两个老友 已经赢得了科技赛的冠军 而自己忙活了半天 落了一顿毒打 当天小帅和自己的老朋友和解之后 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再一次找到了教授 主动认怂 老师想让教授带自己玩把大的 还说赌场监控就要升级 让教授跟他们一起参与 教授一听 也是 这多捞一笔 总比少捞一笔来得划算 不是几个人再一次奔赴了拉斯维加斯 就在他们哐哐年前的时候 老黑一出现 几个人赶紧用垃圾袋 装着筹码逃跑 狡诈的教授 主动承担了保护筹码的责任 这家伙本来就是想独吞 结果上车一打开 里面竟然都是巧克力 抬头一看 教授差一点尿了裤子 前面副驾驶上做的就是老黑 原来今天发生了一切 都是小帅做的剧 当年弄垮老黑赌场的就是教授 所以小帅和老黑达成协议 他负责勾引教授 老黑就让他带走筹码 但属实没有想到老黑挺狗 这边绑架了教授 那边就抢了小帅所有的筹码 他以为自己就是最大的赢家了 却不知道 小帅提前备好了后手 就在他前去抓捕教授的时候 小帅已经让自己两个老朋友 混入了赌场 他把算牌的技术交给了朋友 没有安保人员的干扰 他们轻轻松松赢得了几百万 故事的最后 小帅远离了赌场 再一次来到了哈佛医学院的他 用自己的这一段电影班的经历 震撼了校场 成功赢得了全额奖绝金 走向了人生的巅峰 瞅见没 这个智商要是不够数啊 上个赌桌也相当于给人家送钱 想要靠着赌博一夜暴富的哥们 还是早点洗洗睡吧